HELLO WEDDINGHK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SILENT NIGHT STUDIO的KUBI 我是SILENT NIGHT的BRAISE 其實在我自己的角度來說 平時工作很大壓力 可能無時無刻的腦子都要動 或者現實的壓力下都要計算 有很多不同類型的東西 但可能我們做手工的時候 其實只是專注做這件事 可能我們弄一塊蠟燭 我們只是弄一塊蠟燭 你就不需要想太多其他東西的時候 我會覺得好像令我們脫離一下 那個軸勢的煩囂 還有我覺得因為這件事很新 變相是有趣的 有一種想探索 還有想… 尿解更多一點 對 那種感覺 而不是我有件事要做 我現在自己做難做做好東西去教 因為我們以前礦闊眼界 或者放鬆自己的時候 我們會選擇去旅行 但因為現在疫症的關係 我們要留在香港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會從本土 找一些方法去放鬆自己 其實剛才也有提過 手工藝在製作的過程中 其實可以放鬆自己 另外也是一個可以增值自己的途徑 通常新人會選的回禮禮禮物 是礦香石比較多 因為我們的礦香石可以自訂英文字母 還有香味 可以自己選擇 顏色、香味、造型上都可以自己選擇 因為我發現很多新人做回禮的時候 都希望趕求獨特性 讓人覺得來到那份回禮是很有心意的 可能是新人的名字 或者是賓客的名字 或者是朋友喜歡的香味 另外 除了礦香石之外 其實蠟燭都比較多人選擇 因為 通常如果選擇蠟燭的話 我們都是小一個container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 礦香石 他們不知道用途是什麼 或者只是一個裝飾的擺設 但是蠟燭的話 他們有得點 他們自己覺得 有儀式感 有些新人都比較喜歡選擇蠟燭 這兩樣東西都比較多人選擇 我覺得每一款蠟燭 我們對它的要求都不一樣 例如一些食物造型 蠟燭來說 我們當然會覺得 象徵度高是比較漂亮的 因為我們就是仿照真實的食物去做 例如我們有些蛋糕 雪芳 一粒粒的氣孔 我們都希望做得到 你說我們平時做一塊塊的韓式蠟燭 我們會覺得 可能在配色方面 或者有些擠花的蠟燭 我們會在細節方面做得到位一點 每一樣的蠟燭 我們對它的要求都不一樣 所以其實很難很弄統地說 怎樣為止一定漂亮 我們通常都會比較多人 參與一些蠟燭的工作坊 或者課程 近來其實都比較多情侶 那些蠟燭 他們會來載 可能當作一個 看戲前後一個小活動 即是大家都是 拍拖都已經去到 不太知道做什麼好事的時候 其實他們會參與工作坊 去學一些新的東西 而他們是有一個成品拿走的 去學 belief 的時候就會從頭ダalis 我們有很多imal shine 三大幾節 我們在哪裡